台大A院命六部 台湾丰沉秘妙学会 关心一 其实那个社护腺已经发了第三年 每年就看到越来越多的参加的来宾 希望我们就是说越来越多社护腺癌的患者 就是说越来越多关心社护腺癌 还有关心社护腺健康的一些 就是我们的贵宾这样子 我是台大院院总领学部的蔡月杰医师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 新一代口服的荷姆的药物 那为什么叫做新一代口服荷姆药物 等一下跟大家做介绍 刚才吴俊德主任其实是我的师兄 因为我们之前曾经战国进修的时候 曾经去同一个地方 那同一个地方的我们的教授 其实就是这位达德派丁斯 他的一个芝加哥大学这个学派的 也就是说学习下来的就是一个脉络这样 那这个达德派丁斯有什么伟大的成就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癌症的这个治疗是幸运的疫 那从那个1901年呢 诺贝尔就是生理及医学奖开始颁发到现在 很多的学问呢 其实经过时代的演变呢 都有都有不一样的发展 所以我们去看说过去早期得奖的那些人 到现在他们的学问很有可能就是已经都不是长的那个样子 那在1906年的时候呢 这个芝加哥大学的大赛哈比斯呢 他就得到诺贝尔奖 其实他的研究 大致上从1941年 就是刚才那个吴俊德主任那个slide有跟大家介绍 他从 他的研究其实从1941年开始 但是他从到1960年的时候 他已经得到诺贝尔奖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经过50年后 就是说 从他当初研究的1941年的研究到现在 约列就已经经过了70几年 那其实这道道理呢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所以就是为什么 他我们很值得再提到这一位 就是Dr.哈比斯 是因为呢 他在摄物腺癌荷尔蒙治疗的发现 他发现说 如果我们去医治男性荷尔蒙 那看起来呢 就是摄物腺的腫瘤可以得到有效的医治 那刚才呢 吴俊德主任也跟大家讲到一些男性荷尔蒙 那我们用最简单的概念性的这个 就是图示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男性荷尔蒙 那男性荷尔蒙呢 其实他最重要的这个器官呢 是钩丸 那 男性荷尔蒙 他最重要的这个 成分呢 就是钩固酮 但是呢 他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 代谢产物 就是说DHP 这样子 就是 打开说 Teslostero 但是呢 除了这个钩丸 会形成这个钩固酮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来源 有 就是肾上线呢 也会形成一部分的钩固酮 但是 剂量非常的少 而且它是形成钩固酮的前虚物 它并不是 并不是直接去形成钩固酮 那这些东西呢 钩丸的钩固酮 它会形成 它会经由夏氏秋汗脑下垂体的这个 调控 它是调控的比较严密的 但是肾上线的这个 雄性素的前虚物 还有雄性素的深层 它的调控 比较没有 不像正常的这个钩固 那么重 那样子的这个调控的机制 那所以呢 传统上我们先讲一下 那刚才讲说 新一代的药物嘛 我们先讲一下 传统上那个 荷尔蒙治疗的策略是什么 那主要就是减少 血液中的这个雄性素 那所谓的这个ADT 那这个ADT的这个形式呢 有两个大的这个项目 一个就是钩囊切除 一个就是说 作用在夏氏秋的药物呢 减少对钩囊的刺激 那所以我刚才讲到说 从钩囊 就是做切除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从夏氏秋 因为夏氏秋 脑下水里看钩囊 这是一套这个荷蒙 它去这个调节的这个 路径 所以呢 我们去理想夏氏秋的药物 包括说打这个 UPRIN ZORADEX 那或者是DIFERIN 这些药物 其实都可以有效的去减少 血液中的雄性素 这个大家应该 如果说 就是刚刚我们这边 有一些社会经常的病友 我想大家都 这个很熟悉这些药物这样 第二的话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就是 口服的药物 它可以阻止雄性素 和雄性素受体的结合 那这些药物就是 刚才无据德主任也有提到 就是说 包括说这个卡苏多 或是安德卡 或是一些类似 他们这个比较旧型的 这个 所谓的抗雄性素的这个效果 但是 这些传统上的这个 荷尔蒙治疗 它终究是会有 这个失效 或是效果比较不好的一天 他们就会进入一个 叫做 这个很导口的一个词 但是就是叫做 去世疗法无效的 生物纤癌 在我们简单的概念上 就是他们对于 传统的这个荷尔蒙 是没有效果的 在2014年 欧洲的病療学院 他们就针对这个 去世疗法无效的 生物纤癌 但是我想 我们在座的来宾 应该不是 主要不是知道这些 定义什么 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说 第一个 他的这个要定义 去世疗法无效 就是我们必须 进行有效的 传统的荷尔蒙治疗 让血液里面的 搞固酮的这个 浓度呢 达到一个 很低的这个程度 再加上 就是说 有臨床恶化的证据 包括说 社户界的特异抗原 DSA上升 和以下恶化 那所以 你就可以达到这个 目前觉得说 是所谓的这个 CRPC的这个病例 这样子 那CRPC这些病的人 因为传统的荷尔蒙 既然已经没效了 那如果说 想要再继续接受治疗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 那当然 中午的时候 我想让书医师 有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化学治疗 化学治疗确实是在 荷尔蒙治疗之外 一个重要的 这个治疗的选择 但是 还有一些研究呢 就持续在进行说 对于这些所谓的 去世疗法无效的 这个生物性癌 也没有机会再进行 荷尔蒙的治疗 这听起来 有点 有点 有点跳跃 所以因为传统上 我们会觉得 既然已经荷尔蒙没效 为什么它有些新型的荷尔蒙 还可以 继续因因而生呢 那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图 因为 正常的情况之下 这个熊菌素分泌的比例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个图 大部分的熊菌素 是在睾環内合成 他们接受 夏氏秋汗 脑下垂底的调控 这个占的比例 约九成左右 只有百分之十的熊菌素 就是 腎上腺会 形成熊菌素的前驱物 所以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熊菌素 是可以被这些腎上腺 或是一些相关的 很少数的肿瘤细胞里面 分泌的 就是占的比例 相当的低 可是呢 如果说是 男性已经接受 这个传统的荷尔蒙治疗 去世男性的 这个熊菌素分泌的情形 因为它的睾環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分泌熊菌素了 所以 腎上腺这个次要的来源 反而变成是一个主要的来源 那这个 这个 色物线的肿瘤细胞 和肾上腺的这个 前驱物呢 就是 它会有两个重要的前驱物 叫做DHEA 和Anthroxene Diol 大家可以想象 它们有很弱的 这个熊菌素的活性 但是呢 在肿瘤组织 或是一些周边组织里面 它会把它变成 搞固酮和所谓的DHT 那所以呢 如果说 我们没有把这个次要来源 压制住的话 我们的旋液面 还是持续有很少量的 这个熊菌素的前驱物在那边爬来爬去 还是造成肿瘤的恶化 所以 为什么传统的这个荷尔蒙 好像已经 我们觉得很有效了 只是说 后面慢慢的就会参成 这个荷尔蒙无效的这个状态 但是 重点就是 我们慢慢的找出说 为什么会 恶化的原因 它再把这些可能会恶化的原因 把它抑制掉 那理论上 可以得到好的这个治疗结果 那所以就是所谓的 这个MCRPC病的 荷尔蒙治疗策略 当然就是说 解少血液中的熊菌素 传统策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不是很有效 所以 我们的策略就改成 抑制肾上线分泌熊菌素 包括说 在达特哈比茨那一代 就有研究的这个 肾上线切除 还有呢 就是说 一些传统药 这个铁矿辣豆 这个酶菌的药物 不过目前已经 没有使用了 那阿比特老师今天要介绍 那等一下 陈医师还会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 除了传统的抑制熊菌素 和熊菌素受理 结合这个 所谓的抑熊菌素之外呢 他有些心情荷蒙 就是安特坦 这样子 好 那阿比特龙呢 就是说 那讲来讲去 这个阿比特龙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主角 那这阿比特龙 他主要就是治疗这个 缓席 就是或是转移性的 摄物性来的 这个处方药物 他主要的基点就是 刚才讲的 针对肾上线 或是这个 转容器棒里面 很少数 他会形成这个 熊菌素的前虚物 我们把它做抑制 这样子 进而呢 达到抑制这个熊菌素的 这个效果 那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 目前在 摄物性癌治疗的 一个中心思想 我们就想办法 把这个荷尔蒙的角色 擴展到最大 那但是呢 因为这个 这个折科 这个阿比特龙这个药物呢 它在这个作用基转上 如果说呢 单纯使用的话 它很有可能 会活化其他荷尔蒙的路径 所以呢 在早期的移床试验 就已经知道说 那这个折科必须跟这个 内固醇 例如说呢 这个 Predonin Prenisol 它叫Prenisol 它叫Prenisol 那这个Prenisol 在台大的话呢 就是 是没有的啦 那它这个Prenisol 在台大的这个 这个商品名 叫做Pretonin 这样子 那使用内固醇 其实它当然 有一部分 很少的作用 是在想要来 抑制这个 这个折科性癌 但是主要在阿比特龙 病用的情况之下 它是希望可以减少 阿比特龙 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那因为呢 过去的 早期的临床试验 都已经知道说 如果说单纯 使用阿比特龙 没有使用这个 这个 内固醇的荷尔蒙的话呢 它有可能 会产生一些水肿啊 包括这些 可能一些心血管的问题 那所以呢 加上内固醇之后 这些产生水肿啊 一些造成血压膏的这些问题呢 就可以得到适当的缓解 所以目前呢 这是标准的用法 那安克塔 等一下陈医师会跟大家介绍 那我主要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 跟阿比特龙 一个根本 比较根本的不同 第一个 它是雄性素受体的 这个讯息传导抑制剂 所以它并不是 拿来抑制肾上线 或是 摄下细胞里面的一些 就是 雄性素的前缺物的 这个减少 那所以呢 它的这个 作用基转跟 阿比特龙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第二个话呢 就是说 因为它的作用基转是 抑制这个雄性素 所以呢 从早期的临床试验到现在呢 它都不需要 跟这个口服的 那个类固醇并用 那所以呢 等一下陈医师会跟大家做介绍 但是我想呢 就是在使用上 一个基转 还有就是临床的 应用上 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这样子 那阿比特龙的这个 建议的剂量 还有服药的方式呢 就是阿比特龙 是一颗白色药丸子 它一般的剂量 一颗是 250毫克 那它的那个 建议的剂量 就是说 一天是1000毫克 所以呢 一天是吃4克的这个药物 那因为呢 它这个药物本身呢 它会跟一些 食物里面的一些脂质 有这个 代谢上的互相交互作用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建议 这个 就是不要跟食物一起吃 那比较简单的计法 就是说 使用这个 泽哥或阿比特龙 就是用药之后呢 就是说 大概相隔15 大概一小时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建议 就是在 早上起来的时候 吃一个小时 吃早餐 这样是最简单的 这个用法 那如果说是饭后 就是说 也刚好就是说 可能跟食物 就是已经 吃了这个 食物之后 然后 那 要什么时候才能用这个阿比特龙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 呃 吃完饭后两小时 不过这样子太复杂 我大部分还是建议就是说 早上起来先吃 一个小时后吃早餐 那可能就是比较好记 那他的话 基本上都是建议 就是整颗 整颗的这个 吞幅 那因为他还是要 配合刚才讲的 那个普利多尼 或是 所谓的这个 Prinisome的 这个 药物的 内部醇使用 那所以呢 那两颗内部醇 就不一定要跟这个 阿比特龙一起用 那因为那两颗内部醇 是早晚各用一次这样子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建议 那两颗内部醇 就是跟吃饭 或是饭后再使用就可以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下 就是说阿比特龙 那目前到底 离床上的这个实验 就是 临床试验的这个疗效呢 到底是 还会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呢 或者说第一个 比较大型的这个 就是 阿比特龙的这个 临床试验 它叫做QAA301 就是 它主要就是 以这个 接受过化疗的 这个MCRTC的病人 那一组的话呢 是阿比特龙加类固醇 一组呢 就是安慰剂加类固醇 这样 那所以我刚才讲说 这两组呢 基本上 类固醇是都有的 那只是 用这个阿比特龙加 就是类固醇 比上这个安慰剂加类固醇 目前看起来 就是说他们更新了 这个 药物治疗的效果 那 基本上呢 就是阿比特龙加类固醇 相较于安慰剂加类固醇 它可以延长4.6个月的这个整体存活期 那 这样 以化疗后 就是没有效的病人来讲的话 这相较过去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所以呢 就是这个 电定阿比特龙 它在这个MCRPC 这个治疗的角色 那这个阿比特龙呢 到底 那 我们可以下一个问题 就是那到底 大部分的病人 就是多久之后 会产生明显的恶化 因为这刚才讲的是整体存活期嘛 那就是说阿比特龙用一段时间之后 它可能就停了 那 我们再计算说 病人到底可以活多久 那 刚才就是提示的这个 大概就是活 16个月左右 那阿比特龙本身会用多久呢 这边有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医师啊 或是病患都知道这个TSA 色物线特异抗原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那从开始治疗阿比特龙 到这个色物线特异抗原 明显上升为止 那大概经过的时间是多少 那大概经过的时间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整体这个 这个 所谓的这个 恶化的这个时间的中位数 大概就是将近9个月 8.5个月 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致上就可以 概念上就知道说 阿比特龙本身 大部分的病人用了之后呢 都可以得到相当不错的改善 但是它治疗总是有个限度在 那大部分的病人 在PSA 会逐渐的上升到 符合这个恶化标准呢 月略就是在8.5个月左右 那这个 单纯的这个 安慰剂加 内部纯这一组呢 大概就是六个月 半年左右 所以呢 也是相较于这个 安慰剂加内部纯 阿比特龙加 内部纯这一组呢 也确实是有明显的延长 那我们强调说 这个叫做 这个研究叫 QA301 是接受过化疗的 MCRPC的病人 那另外一个研究呢 叫 QA302 他是没有接受过化疗 MCRPC的病人 那我们可以 也是概念上 因为有些病人啊 他 嗯 没有机会打到化疗 因为身体状况太差 或是在医院上呢 他不 没有 不想要打化疗 那目前呢 确实是有一个 这样的选择存在 但是我们目前 健保之后开放 就是说 MCRPC的病人打过化疗 才有几副 那所以呢 这边跟大家介绍 这个没有接受过化疗 的MCRPC病人 如果有使用阿比特龙 目前的状态 在台湾的话 是要自肺 那我们看到说 阿比特龙加内部纯呢 他的这个 开启治疗 到病人 就是死亡呢 他整体存活期 大概就是将近三年 35.3个月 那安慰基加内部纯 这边的话 是30.1个月 那中间呢 约列有大概4.8个月的 这个 就是存活期的这个延长 我们也是跟刚才的数据蛮接近的 但是我们 还是讲到数字 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是因为这边是没有打过化疗的病人 所以病情的这个发展 相对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早期一点 就是状况 还没有恶化的那么厉害 那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 那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从病人开始治疗 到PSA 有明显的恶化道徒的标准 维持呢 中间的差异性有多少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在没有接受过化疗的病人 接受阿比特龙 这个数值呢 约略在11.1个月左右 那如果说是单纯接受安慰剂 在那部层这群的病人 大概5.6个月左右 所以中间呢 也是大概相差5.5个月 所以我们知道说 也心里有个印象 如果说是没有接受化疗的病人 一般如果说要接受阿比特龙 那以PSA二化当作标准来停药的话呢 略略进行治疗时间 就是将近一年左右 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 就是说 那如果说 以这个病人已经 就是有了这个 比较这个 大长的存活时间 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 活得久也要活得好 那所以就是会看看说 那接受阿比特龙病人 是不是比相较于没有接受治疗病人 或是接受其他治疗病人 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那目前看起来呢 这样的资料其实并不多 但是呢 分别有这个 不同的这个研究者呢 针对这样的匿名呢 去已经有一些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以这个 所谓的Factor P的 这个生活品质的这个指标 那接受阿比特龙这个病人 这个绿色的这个线呢 相较于接受这个 只有接受 就是类部纯呢 这个病人呢 他们生活品质 改善的速度呢 其实是比较快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 月月差了66天左右 的这个时间 他可以比较 接受治疗病人 可以比较快速的 达到生活品质的这个改善 那所以呢 看起来 确实是生活品质比较好 还有关于疼痛的这个 这个部分 那当然 前面这个其实是 QA31的资料 后面这个 QA302的资料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针对这个 因为 就是后面呢 就是疼痛的这个状况 恶化 那我们去看看说 从开始治疗 到这个 疼痛状况 恶化的这个时间 阿比特龙加类部纯 这一组呢 是26.7个月 那安慰基加类部纯 这一组呢 是18.4个月 所以是8.3个月的这个相差 所以不管以生活品质 或是以疼痛控制来讲 或者阿比特龙这一组 相较于这个 只接受安慰基加类部纯这一组呢 确实 都有比较好的这个状况 这样子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讲到一下说 那这个看起来也不错 生活 病人也活得久 然后呢 生活品质看起来也有改善 那在食物上呢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用的药 那所以呢 副作用的这个 一些照顾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关于这个阿比特龙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其实也不少 看起来很下眼 但是呢 我们必须强调说 这样的这个 在房单上讲的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 他是只要有接受治疗的病人 不管他跟药物有没有相关 他都必须要报道 这样子 就是要报告上去 那进行统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好像很多都是跟 摄物腺癌恶化呢 比较有关系的一些状况 虚弱啦 尿路的问题啦 然后一些疼痛啊 一些呼吸的问题啦 拉肚子 这个坦白说 如果说状况很稳定 单纯接受阿比特龙病人 似乎是不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必须强调 这个房单上有血 也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 虽然很有可能 跟摄物腺癌的恶化 较有关这样子 但是那个 哲科或是阿比特龙本身呢 如果说在使用上 有没有可能引发一些 较特殊的不良反应 确实是有的 因为我刚才有强调说 阿比特龙在使用之后呢 因为它会改变 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 荷尔蒙的一些 新陈代谢的一些作用 有的荷尔蒙增加 有的荷尔蒙减少 所以增加那些荷尔蒙 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反应 主要就是 胖物皮质荷尔蒙的 就是 肾上腺的 胖物皮质荷尔蒙的 这个浓度呢 可能会增加这样 所以它造成高血压 低血甲 低血脚 还有体育自由是听起来 好像有点牢口 它就是水肿 身上水肿 也就是说 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 这边的话 主要就是说 因为它常使用荷尔蒙 有可能造成 肾上腺 假设一下子断然 停掉荷尔蒙的话 可能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 它的话呢 就是 这个肝指数上升 因为这些 荷尔蒙的药物 它很多代谢的酵素 是在肝脏里面 那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 代谢的酵素 把它抑制掉之后 有可能 就是虽然我们本来 是要抑制肾上腺 但是类似的 的这个 酵素呢 有可能在肝脏里面 也会被这个药物所影响到 所以肝指数上升 也是一个必须要 小心的地方 那所以 特别强调说 那个 阿比特隆这个荷尔蒙的 效果蛮不错的 大部分发生问题的 机会并不大 但是高血压 低血脚 甲提治疗 相关的症状发生的 这个机会 确实是有 那所以呢 如果说是跟 類不准病用的话 可以降低这些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和年重度 那我们必须 常调就是说 对于本来有心脏病 一些高血压的患者 那如果说 有导致这个血压伤身 心脏不舒服的时候 要赶快 就是去就医 那低血甲的部分 就是医师要定期 去检查这个 这个甲利子 那还有的话 就是说在治疗的 这个 折科或是阿比特隆 在这种期间 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 我想这个概念上 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甘子树的部分 坦白说 以台湾 我们目前 已经 从 2013年12月 健保起步到现在 我想台湾应该 有超过1000人以上 有使用过阿比特隆的 这个 这个经验 那确实 甘子树 这个恶化的这个部分 不是那么 容易见到 但是呢 确实在治疗前 或是治疗的过程当中 还是必须 针对甘子树 去做检验 然后呢 减少 就是意外 就是 甘子树上升 没有被发现到的 这个机会 所以 最后几个 小小的提醒 就是说目前呢 胃部部发给这个 阿比特隆这个腰部的 适应症 主要就是说 他必须跟这个 Prinisol 或Prinisol 看各个医院的不同 大部分的医院 就是两个之中的 其中一个 治疗这个 趋势抗性的 转移性社会线癌 他得到两个适应症 一个就是说 已经接受过 化学治疗无效的 或是说 无症状或症状 轻微的病人 接受过这个 化学治疗 没有接受化学治疗者 那 健保给付的是 第一个 先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失医症 就是还没有给付 那健保价的话 目前是一颗 大概就是将近700块 那如果说 大家在EVAN 如果是自备的话 或是到药局去买 他的这个 自备的这个费用 可能还会再更多一点 那所以呢 一个月健保 如果说是给付一个 120克的话 其实健保是 要 健保部分的支出 就已经达到8万多块 所以我们 台湾的健保 其实也 以社会性癌的这个部分 确实目前 给付的这个 已经跟上时代的潮流 那我刚才讲到 这个健保的规定 就是简单跟大家看一下 它主要就是说 针对转移性 前列性癌 是有接受过的 欧洲子参存 两个疗程以上 治疗不效病人 这个健保和给付 那还是一样 它必须才事先申请 那所以呢 如果说是 刚才讲嘛 大概到PSA 恶化 达到标准了 大概8.5个月 那所以大部分病人 大概就申请2到3次 这是目前最常见的 那所以就是说 以上就是我今天简单的报告 阿比特朗是新一代的 这个很好的药物 那主要是医治这个 肾上线和社会性癌 细胞内的穹溢素的 合成 一个穹溢素前虚物的合成 那对于目前呢 所谓的转移性的 例如说化疗前化疗后 都有得到胃乎服务的失忆症 但只有化疗后呢 是有健保和给付 那是病院刚刚 有跟大家做的介绍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在使用阿比特朗病人 那当然 可能所有的状况都要注意 但是要特别小心的肤状 包括说高血压 低血缴 急易治疗 这些跟胖乎皮脂荷尔 有关的这个要小心 还有的话就是说 肝脂素上升 这个大概就是要定期监测 其实台湾能够发现 不过呢 如果说有适当的注意 所以定期监测之下 很少会对治疗上升仪小 那所以就是以上是我今天 简单针对这个阿比特朗 新一代的这个荷蒙的药物 做的介绍 台大医院命六部 台湾封城秘妙学会 万新一